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根据古时的执刀真剑的重量 长度 形状和平衡等等的资料 去制作我们的移植兵器 有没有什么东西去做 例如我们会在一些收藏家的 发布出来的股东去做 我们会搜集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 挣刀真剑去磅它们的重量 量度它的尺寸平衡和弧度等等去做 所以我们是会由真剑上搜集 因为很多我们制作原真兵器用的资料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真兵器的格斗 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一个公平公开的平台 去给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兵器武术 去提供一个交流的环境给他们 因为现在你看到有弦度和弦击 各种不同的武术 它们各自是有自己的一套规则的 当它们两套规则一起玩的时候 其实是谈不完好似足球和篮球那样打不到一齐 但是在古时在真实的战场上 这些不同种类的兵器是曾经交流过的 那么今时今日我们希望用一个很安全的方法 又不失去古时那种写实的方式 去做公平的公开的交流 就用一套规则去容纳所有 不同国家的兵器武术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交流 而之后是安全的 可以的 谢谢你 对 好